都没有落下,其实我是在说瞎话,我已经落下很多期了,最开始几期我确实没有落下,收视率的节节攀升也间接或直接的说明了节目的火爆,而最新的一期请到了梅婷等人,之所以我只打了梅婷,实在是因为其他的人,我实在叫不出名字,而梅婷不知是有意或无意的说出了,声林习境之所以好看,是因为一般其他节目一般都会有失误, 但这个节目没有失误,我短暂的想了一下,这应该不是节目组有意安排的桥段,如果是那节目组就是太心机深重了,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写过,因为每期都有一位专业的配音演员,所以节目有些不公平,有些碾压的意味,但我现在仔细一想,全然不是如此,专业配音演员还真不一定会赢,郑凯不就虎口夺食了吗? 而且郑凯也真的是有实力的,我仔细的想了一下节目组的选人,其实虽说只有一个专业配音演员,但其他的参与者实力也是不凡,节目首先本来就有专业的配音指导,而且本来都是在娱乐圈影视圈深情百战的演员, 对配音这个行业本来就不会太过于陌生,其实我是有意曲解了梅婷的话,梅婷先说的是自己很紧张,也是这也是对参与节目的人心理素质与能力的考验,但节目真的没有剪辑我也不知道,反正好看就行了,有的人似乎很反感,综艺节目有才本,这个在我看来真的没什么,这是 谢谢大家